无情之火屡屡亮成汗室 而铁皮屋一旦起火 成功生还的几率很低 抢救的难度更是高 有专家统计 台湾这50年来 因抢救建筑物火警 而殉职的消防人员有38名 其中12人命丧于铁皮屋火灾 占了31% 而近期发生大火的 新竹铁皮屋轮胎行 更有8人惨遭大火吞噬 让铁皮屋的安全再次引发关注 火场温度达到 大概6分钟就可以达到1000度 可是铁皮屋大概在5分钟左右 它可以 它的火场的温度就可以上升到 大概550度到600度左右 其实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很难活下 因为人超过100度就会受不了 轻量型钢结构建筑物 就是俗称的铁皮屋 钢的强度很强 抗震性不错 但它最怕的就是火 从过去多起铁皮屋火灾的现场画面 可以看见遭大火清洗的铁皮屋钢骨 大量弯曲变形 钢架倒塌崩落 铁皮被烧得残破破堪 一片狼藉 铁皮屋里头可能会使用易燃的木板夹层 铁皮屋里头可能会使用易燃的木板夹层 杂物碎片因此大量掉落 让内部动线变得混乱 不易逃生也不易抢救 因此铁皮屋建筑物是消防员最害怕遇到的火災现场 铁皮屋火灾蔓延有多快呢 我们使用美国研发的火灾动态模拟程式 重现2019年的台中免洗餐具铁皮工厂大火 下午2点57分 工厂里堆满纸箱等可燃物品的仓库开始燃烧 短短100秒 海啸般的火舌和热力 让两层楼的铁皮屋仓库陷入火海 当时出动200多名紧易销投入救灾 很不幸的有两名消防队员殉职 为了降低铁皮建物起火后造成的高度危险 中央针对合法铁皮屋归纳出相关的防火规范 要跟当地县市政府申请建筑执照 基地条件一定要是可建筑的地方 有建筑线 没有麒麟地问题 然后没有进线件规定 然后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也规定你这边可以用这样的使用 申请执照的时候 它的防火 防火时效 或者是不燃材料 就会依循建筑师专业签证的制度 在这执照里面就会落地生根 以仓储用的铁皮工厂为例 想拿到建筑执照 内政部营建署规定高度三成楼以上 且楼地板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尺的仓储类工厂 一定要是防火构造的建筑物 也就是说 承重墙壁 梁 柱 楼地板 要有一小时的防火时效 等待着住一小时的燃烧 而且不会变形 建物越高 防火时效要求越久 另外每1500平方公尺 就要有一个小时防火时效的墙壁 楼地板 及防火门窗 隔出防火区化 抑制火势无限蔓延 白纸黑字的法规明定在那 但民间却仍有不少违建 成了安全上一大隐忧 没有申请 或者是那地方根本不能申请 然后就盖起来 所以这些还是要仰赖地方政府 在违章建筑查报 拆除方面的落实 依照我们现行建筑法的规定 违章建筑经过查报 确认是属于违章建筑的话 不是自行拆除 就是政府强制拆除 铁皮跟钢骨 其实都是合法的建材 只要遵守规范 安全上并无太大问题 但我们却发现 法律涵盖的范围有限 像是两层楼以下的铁皮屋建筑 主要构造 只要采用简单的钢结构 等不然材料 及符合法规要求 另外楼地板面积 小于300平方公尺的住宅 也不在防火构造的规定范围内 就怕让民众不知不觉 置身于危险之中 楼地板加起来的面积 大概就是150平 这在建筑法系里面 是根本不用进入到建筑管理的范围里面 它要建造 但是它不用 像我们的公共建筑 必须依照 每一年或每两年 要进行公安申报 它不用公安申报 它只要取得建造 最后完工之后取得使用执照 它就可以去申请水电 电话 甚至其他的行为 地方政府有一个划分的时间点 那在时间点之后的叫做新危件 新危件经过查报 就应该要依照程序排除排柴 那如果是既存违章 不影响公共安全的话 它可以就是列入分类分歧去查柴 新竹轮胎行的铁皮屋 民估8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但没有申请建筑执照 虽然是违章建筑 但没有人检举 也就助力在那30多年 像这种未处私领域的住宅 以及自行在顶楼加盖的铁皮屋 都可能隐藏安全危机 但是往往拆除的速度赶不上新建的速度 对建筑物的防火性能来说 我们确实有跟常年 跟我们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有合作 确实这几年有在研究 如何要提升建筑物的相关防火性能 包含工厂类建筑也可能会未来要提升 已经有这样的趋势跟想法了 针对防火时效来更加要求 楼层也有可能会下降 铁皮建造相对便宜又快速 但这些优点背后 隐藏着许多令人忧虑的危害 法规只规定侵害公众利益的部分 但私领域的部分 恐怕得要由民众自己把关 各县市都在努力的 在push这样的政策 每一个家户 无论你的建筑样貌是什么 你的家户里面最好能够装 住宅用火警探测器 我连目前也有这样的法规 你要装自动杀水设备 家庭用或是住宅用的自动杀水设备 当火是成长到一定的阶段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五分钟到六分钟就可以达到 这个五百五十度到六百度 那我们的这个洒水头 在启动的温度才几度 六十八度到七十二度 铁皮屋火警烧出外界 对逃生安全的重视 但当时间已久 往往又被人们渐渐淡忘 当务之急是如何执行预防 并提升建物的防火性能 才不会让大火扑灭后 留下一次之懊悔